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目的頻道 歡迎是我Jay Paul 我是鈞丹布丁 今天我們是布丁垃圾第二集 小王哥 而且都是全新的垃圾 因為鈞丹布丁前陣子去了一趟京都 是 京都大阪 京都不是有很多神社之類的嗎 然後就有一些御守啊 很可愛 可是因為我在那邊看了以後 發現其實布的御守看了有大種小異 所以我就看到了一些比較特別款式的 然後我才買 這個呢 就是它 也是御守的一種學業進步的 你應該看得出來 它是賺盤 沒錯 是不是很特別 它是一個 正盤耶 好可愛喔 就是你知道你考試的時候 可以這樣子1加1加2 對 就是你繼續作弊的時候還可以1加1 我發現一件事因為我沒看過 就是它黏在一起的 就是它這個不能一個一個剝啦 而且它側面就不能動 所以你不能作弊 不能吳敬味 嗨 趕快來吃我 哈囉哈囉 它是圖案而已啦 裡面不是 裡面是空 裡面是兩顆圈圈 日本人就是好會做這些有的美的 嗯 好吃嗎 這個球該不會很硬吧 沒有 這脆的 好大聲喔 牙齒斷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跟她的一件 啊 好酷喔 啊 杜邊之美 啊 杜邊之美 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 這就是蠻廢物的心情 因為我實質做 我個人交費其實很衝動 原本怕杜邊之美 你就直接拿它 你也不管它是什麼 對 啊 杜邊之美 然後就這樣拿來 然後就結帳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跟大家試說 我像崇拜的餅乾到底好不好吃 對 然後我們就現在來 來 第一次採摩試試看看 採上完 啊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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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們都吃過頭的表情欸 看好多可愛 欸 玩笑的 怎麼辦 好緊張喔 可是很難吃怎麼辦 那我吃個厭世表情 好 我吃一個那個 它是那個啦 餅是不是 什麼柿子 是吃餅 謝謝喔 苦到不行的餅乾 是不是因為台灣這種方式比較厲害 對啊 我覺得 這很味道 嗯 都是麵粉味 就是如果鳳梨酥比起來的話 就難吃蠻多的 沒有 但為了杜邊之美 我覺得可以買一下 好啦 它包裝真的很可愛 它包裝很可愛欸 嗯 因為去京都大白應該很多人都會知道 那個日本的郵便局的周邊都非常的可愛 而且會跟很多不同的卡通周邊合作 例如說 你猜猜看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啊 手電筒啊 這是紅紅膠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因為我會知道這個是因為我在去之前 我就在網上做問課的時候 看了有人發了一篇文章 完全就是我從網邊發的文章 因為它那個文章標題是 日本必買的十樣東西 可是你滑它那個文章就會發現 就是十個廢物 哈哈哈哈 就是例如說什麼的公仔啊 然後什麼無真定書機啊 然後其中有一個就是 油桶的口紅膠 我那時候看到那篇文章 我就在默默心裡儲存說 好我去有便局 我一定要買這個東西 這是口紅膠欸 好啦那最後一樣的就是我想跟他講說 因為日本畢竟到現在還是神奇寶貝 真的是永遠的知識 是沒錯 所以我就覺得我這次去 我一定要買一個卡比獸 因為我覺得卡比獸跟我 這長得很像 哈哈哈哈 然後我在那個日本橋逛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很多漫畫店 進去看的時候看到這個 它的茶杯這樣質感很好 然後它上面寫就是 本店最後一個 我記得我是當天就要去機場了 就要回台灣 對對對 所以我就想說好我就趕快買了 就結了 然後那時候就買一千三日幣 太開心了 就是圓夢買到卡比獸 然後我就去那個機場準備 坐飛機的時候 關機機場有一個就是小型的 神奇寶貝中心 也是很多周邊 是 然後我就無聊看的時候看到 怎麼有卡比獸的 像一模一樣的杯子 像一模一樣的杯子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就說機場應該是比較貴吧 就說服自己 然後我就這樣拿起來 把盒子轉過來看的時候 一千二 所以就告訴我們說 你沒有看風神奇寶貝 你又想買神奇寶貝的話 你就再關心機場 買一下就好了 因為它就是真的是 沒有這樣便宜價錢 卡比獸都在笑我 好了 那以上就是布丁特吃到京都的戰利品 是嗎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留言 然後最後分享這支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revive bye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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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